嘿大家好啊我今天把这个是霓虹王的整体的一个制作流程给大家解析一遍 大家要是在之前那个石头王啊整体的一个制作过程中有不明白的地方呢 可以通过这一节然后霓虹王的这个整体的制作解析来补全 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啊主要在设计上啊主要在设计上 因为我这个霓虹王啊他在制作过程中呢是跟咱们石头王的视频教程是同步进行的啊 因为石头王他在年前年后的阶段完成 然后呢啊整体的录制过程中呢是在四五月份 所以说他的这个石头王整体的一些设计啊包括制作方式方法啊流程啊 还有一些步骤啊我基本上隔那么长时间啊已经就是模糊了 所以说我是通过这个霓虹王在制作过程中然后和咱们的视频同步进行的 慢慢去把这个流程呢去给它归纳起来 然后才形成了咱们石头王的这个教程 咱们这个霓虹王的整体制作方式啊制作方法包括模型啊材质还有毛发还有谷歌 跟那个石头王是一样的啊没有太大区别 要说有区别的地方呢主要是在这个设计上 在这个整体的一个盔甲呀包括整体的一个形象设计上有那么一个区别啊 因为我公司时间比较长嘛这个霓虹王主要的最大难点 我感觉就是别把它做成猩猩哈哈 今天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大量资源 啊根据这个就是元族崛起吧那个凯撒啊里面做猴的一些解析啊 看了大量这样的资料啊然后采取有这么一个霓虹王的出体形象啊 感觉就是因为因为那个形象还有那个资料啊 他不是很明显的是泥猴所以说我感觉最大的难点是就是区别于猩猩 因为很多人才在做这样的猴子形象的时候 包括那个咱们网上也有人去做一些啊孙悟空的形象 都把它做的非常猩猩化 那包括有些电影啊他把最后的那个孙悟空形象去定为一个大猩猩 完全是有点不伦不类了是吧 所以说我这里就是主要区别于猩猩 因为很很容易你就做成猩猩了 因为你做猴子嘛做猴子找一些资料 像泥猴他本身毛发覆盖的特别特别密 然后整体形象你看他圆融融洞的猫融融的啊 但是整体你要去实际跟那个啊整个肌肉啊 形体机构啊然后覆盖毛发啊 他就会有一个设计误区啊 这以后我要讲的一个设计词词词词词词 他会出现一个就是不论不类变成猩猩的形象 这个是很头疼啊 所以说我这里就感觉啊就把这个设计形象初期 这个位置给他定准了啊你在制作的时候呢 就会啊具体很多 然后呢也会容易很多 不会出现误差 再有一点呢我从势头王是开始 从势头王那个啊角色开始呢 我制作的时候呢用的就是阿诺德流程 实际上在势头王之前啊 像蓬勃王啊 焦魔王和牛魔王 我用的全都是维瑞的渲染器啊 毛发插件也是用了很多 这给大家看一下之前呢 那宁莫王这个这个作品 宁莫王这个作品呢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说你能看到上面呢在制作精度上 包括材质的表现上 它就是差很多 因为因为后期应用这个substance啊 你就会发现就是你掌握材质的这个光影精度 反射金属啊各种表现你就会非常拿手 之前呢这个牛魔王呢我应用的还是啊 就是传统的一个就之前啊 传统制作的这么一个流程 就是把贴图给它跟Marie给它贴好 然后呢通过维瑞去测试 然后去渲染啊 它整体这个材质光影表现的 我感觉不是那么很到位 当然这也是时间 两年前的作品啊 有了时间积累啊 必须得有进步嘛 咱们这里主要说设计啊 啊从这个牛魔王在制作的时候呢 他本身的一个盔甲啊 就是倾向于唐嘛 包括 包括这里的一些丝绸扎带啊 还有那个包裹胸前的这样的一个盔甲 整体包裹的样式 那就比较中规中矩 其实我在制作盔甲的时候呢 就往后焦魔王啊 棚魔王啊 往下制作下来的过程中呢 一直想在这个盔甲表现上 就有一个新的突破 像这个牛魔王 它本身就比较中规中矩 而且技术应用的呢 基本上也不是那么特别纯属 然后从这个焦魔王开始 从焦魔王开始 我感觉在这个铠甲制作上 突破上就有了一定的 一定进步吧 我感觉 整体的这个焦魔王 它在毛发应用的是 跟那个牛魔王是一样的 是sale 这里毛发就少 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去慢慢去 自作这个 石头王和那个尼猴王的时候 大量毛发覆盖啊 就做起来特别费劲 实际上没有之前 像这牛魔王和焦魔王 制作那么容易 因为毛发就少嘛 毛发是一大 主要的特效 我感觉啊 就是它比较好 经历和时间 你要调一个好的造型的话 你必须要大量的时间去测试 像这个焦魔王 其实我个人感觉 就这个角度 你看起来可以 其实它其他角度来说的话 我认为我在 就是对于焦魔王这个表现上 不是那么特别好 你感觉这一张是不错 但其他角度来说 就不是特别好 包括它的tipos 形体不是那么特别好看 整体它还是 就以这个固定视角来说 还是可以 但是呢 就是往后越来越 就是自作这个 越来越熟练吧 整体的从石头王开始 到这个尼火王 就会有一点 就是最大进步 就是不管是任何角度 它都会很漂亮 就整体造型 这个是我感觉 是比焦魔王进步的一个地方 但是你要一提到设计 说到设计 其实每个人都见仁见智 而且每个人有自己看法 你同样一个形象东西 在每个人的这个心目中 和脑海中 它的形象和 它那个 就它感觉 get那个点呢 它就 不一样 它每一个人 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对于一个 作品的这么一个设计上 肯定是 有人看起来好啊 有人看起来不好 这是肯定的 但整体来说啊 我感觉 对于个人的一个 就对于我自己来说 一个成长进步呢 从设计啊 到 制作的 这个流程掌握的越来越熟练呢 是一个很大进步 这个呢 也是 当然是靠时间去慢慢积累的 然后咱们再回到这个设计上 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从 从这个牛魔王开始啊 整体盔甲的包裹啊 然后到这个胶木王 胶木王它本身的一个盔甲覆盖 实际上胶木王 我本身想到一点什么 他本身是一个比较灵活活动比较灵活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说在他盔甲设计上就不是给他限制太多啊 整体的就是一个腰部和这个腿部上面一个裙甲 然后就够了 整体上面的都是后夹 像护心镜和一个肩甲 就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 但是加上了效果还可以 像捧王呢 我是回到了本身 就是成一系列的一个作品的一个感觉上 包括这个头罐 因为你要做一个鸟啊 其实这个头部还不是特别喜欢 现在来看啊 当时制作的时候呢 整个一个头部的鸟类的一个脑袋 太秃了 所以说我加了一些加了一个罐在上面 这个彭博王在制作的时候 他毛发插件应用的是那个椰体 他有一个羽毛嘛 整体在渲染制作上呢 就是中规中矩 但是呢可以看到啊 我在应用这个就是形体啊 模型在处理上啊 包括材质上就会比之前有一个更整洁的那么一个效果 这也是一个进步 啊 其实每一个人他的作品呢 你在做的过程中都是有一个进步的啊 你要没有进步的话 那肯定是不好的 对不对啊 肯定是有进步的 这里呢 也是应用了一个微锐啊 微锐的一个渲染 其实微锐我在做的时候呢 他主要的一个金属的反射啊 就直接是应用他的这个颜色贴图啊 只要颜色贴图你给到了 就做的做的还行啊 然后你直接贴到他的这个高光上 他反射的进步效果就特别好 啊 这是蓬勃网 他本身的一个应用啊 像尸头网 大家都熟了 看我教程人都知道了 尸头网在制作过程中呢 就是很很多东西啊 就跟之前都不一样 像那个蓬勃网 我还没用substance做这个铁图 然后这个尸头网 使用substance做铁图 在实际上一些细节的表现上 像盔甲 一些表现上啊 就更容易去处理啊 像这个金属的表现呢 皮质的表现呢 就更容易处理 然后像那个制作到霓虎王的时候啊 这皮的感觉就特别好了 那这种皮甲的感觉啊 在处理上就特别好 其实我感觉这个霓虎王整体的 呃 一个制作的解析啊 主要重点就在于 他这盔甲设计上 之前大家可以看到 我之前那个盔甲 因为我都基本上都是 要不就是布料 要不就是金属啊 绝大部分是就是甲嘛 绝大部分是金属的东西 金属质感 然后后来呢 参加一些皮甲嘛 皮甲的质感表现 然后布料自然表现 这里霓虎王呢 我之前在做设计的时候 就加了一些这个 骨质的这一个表现方式 学习过程中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正版课程的 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 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录一壶网 点击任意课程网址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 任何问题 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 小美胡都能帮助你 打中子 这一篇 是一篇 我先把这三篇 再打中子 我先把这些